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桑王大师 为您带来的导塔儿新版本讲解 那么已经回到家里了 赶紧继续给大家更新视频 正好昨天更新了 还不是昨天 前几天更新了7.33E这个版本 可能大家已经都知道了 那么我们就简单的来说一下 然后提一下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改动 首先是狮王的墓碑 现在它是一个巨大的削弱 这个削弱主要在哪呢 简单来说就是 之前狮王的那种先把墓碑插在战场的中间 然后等到自己的队友需要救的时候 你可以用抓人的技能 抓人的技能 然后把自己的队友放进墓碑里面 这样的话等于狮王的墓碑只要插出来了 那么他就可以随时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 去救这个范围内的队友 但是现在不行了 现在狮王的墓碑你只能说 我先不放这个墓碑 然后等到自己的队友被控制住 不能动的时候 然后你再去以自己的队友作为目标 去释放这个墓碑 你就可以把队友救下来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操作相比以前就大了很多 难度救人的难度到大了很多 那队友还是可以自己主动去进到这个墓碑里面 也就是说 在对方的硬控不多 以减速和伤害技能为主的时候 狮王仍然可以提前把墓碑插出来 但如果队友属于 对方属于是那种控制技能偏多的阵容的话 狮王现在的使用难度就比以前要大的多了 换句话说 当以后大家看到对方有狮王这个英雄的时候 那你可以多选择一些硬控啊 这样的英雄来出来针对这个狮王 也可以选择就是在团战的时候先把他的墓碑骗出来 然后呢再用控制来击杀他的队友 他就没有办法利用这个墓碑远程去救队友了 伐木机的削弱基本上算是比较合理吧 因为伐木机现在有点过于强势了 无论是打二号位还是三号位 都有点过于强势了 他的这个主要是数值怪 说白了就是数值怪 为什么他这回削弱伐木机 而没有进一步去削弱这个先锋盾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伐木机很多时候已经不做先锋盾了 他有的时候现在很多时候直接去做这个灵工心之类的导具 主要也是因为他的数值太离谱 现在然后削弱一些也是在合理范围内 当然他的削弱还远远没有被削弱到完全不能用 大家该练还是可以继续练可以继续用 水人这个英雄的削弱呢 基本上就属于是把他对于全才英雄的克制效果 给了一个极大极大极大的折扣 因为他现在对于全才英雄的属性偷取只有15% 原来是40%砍了一半多的一个数值 可以说现在水人他在正常的比赛当中 仍然可以用 仍然可以用 为什么很多人就是说看到这个数值就会感觉 这个水人居然被砍了一半多的效果 那这个英雄岂不是完全没有办法用了 事实上是仍然可以用 原因无他因为其他的C都没有被加强的 没有任何一个C位英雄被加强的 那没有任何人加强 而水人在之前的这个版本里面 他对于很多的C来说的话 他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优势的 因为水人在的时候 他可以克制很多其他的C 然后呢你在看到对方选水人的时候 你自己的选人本身就已经非常的受限制了 然后这样的话呢 等于就让水人天生克制了一堆人以后 又没有人特别明显的去克制水人这个点 现在这个版本水人 他没有特别明显 特别说绝对的去针对和克制水人这个英雄的 然后就导致现在水人这个英雄 他变成一个有一点半万斤油的感觉 然后他的这个削弱呢 你说的很很大吧 确实不小 但是你跟其他的那些非热门C 相比起来的话 他仍然可以用 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也不太理解 为什么威射一直不去加强一下其他的C位英雄 现在这个版本的C位英雄真的是太难玩了 真的太难玩了 然后呢炸弹人 炸弹人的基础护甲减少了一点 基础攻击力减少三点 那么年轻炸弹的CD加长一点 合理范围内 因为毕竟炸弹人这个英雄作为一个 好人类的英雄 前期他现在实在是战线的强度有点过高了 所以从属性上面一点一点的去削弱他 我觉得这种削弱算是在合理范围内 合理范围内 然后慢慢的去调整 把它调整到一个比较能够大家接受的 而且胜率也比较合理的一个范畴就OK了 帕格纳主要的削弱是因为他现在这个英雄 变成了一个太强势的充电宝 所以把他充电宝的这个能力稍微削弱了一点 幽冰爆轰这个技能的蓝耗增加对于帕格纳来说呀 其实可以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帕格纳拥有着拳刀台最高的智力成长 这一点点的蓝耗增加应该说对于帕格纳而言 有影响但是非常小 非常小 末日吃冰的这个冷却时间加了5秒 对于末日来说的话 威射一直在削弱他吃冰这个技能 可能还是为了去避免出现这种经济差过大的英雄吧 因为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炼金术士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削弱 这种削弱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可以更简单的去做平衡 就是更简单的去做平衡 因为经济所带来的收益过高了的时候 那么如果有某一些英雄 他来经济的手段比别人要多 那么这个英雄就会有先天的优势 所以呢 对于末日来说的话 把这个技能稍微平衡一点点在接触范围内 微镇之灵的无影拳啊 攻击间隔从0.2秒增加到0.25秒 这个东西对于火猫来说 到底是削弱还是增强 其实两说 其实两说 大家知道无影拳他跟什么技能 跟什么道具这个联动最好呢 雷锤 雷锤的内置CD是0.2秒 所以火猫出雷锤用无影拳的收益是最高的 但是呢 他现在把这个攻击间隔从0.2秒增加到0.25秒 你说对于雷锤这个东西的使用有什么影响吗 其实没有 你说对于火猫这个英雄 他会因为这个攻击间隔变长了 然后攻击到的目标就变少了吗 也不会 因为火猫他在施放无影拳的那一瞬间 就已经锁定了这次要打谁了 因此对于火猫来说 这个0.25秒的无影拳攻击间隔的改动 我目前还没有get到他的就是真实的用意到底是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在面对对方的单位特别多的时候 比如说猴子的幻象 比如说育母蜘蛛的小蜘蛛等等这种东西 在很多的时候这个单位越多 无影拳的攻击间隔越长 反而对火猫来说是一种增强 他其实反而是一种增强 因为我可以在无影拳里面藏的时间更久了 可以在这个期间无敌的期间 让我其他的技能cd赚的更快 时间更多了 所以这个对于火猫来说的话是两说 这个强弱 当然也并不是说绝对的一个加强 特定情况下火猫需要去加快自己的伤害频率的时候 这个削弱就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目前来看 我觉得对于火猫来说 这个火猫应用上可以用 虽然他的烈火罩也被削弱了一点 但是这个削弱的幅度呢 应该说是平衡性改动 因为毕竟现在的魔法吸收盾都改成了税后伤害以后 让火猫可以让他的这个烈火罩 跟其他的魔法吸收盾去起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对于火猫来说可以接受 美毒杀他的改动的话 还是在不停的去削弱他的数值 是好是坏 是会对他有多大的影响 这个东西现在没法去预估 因为他削弱的这个数值并不是特别的多 不是特别的离谱 虽然分裂剑乍一看 一级的伤害减少了20% 但是这个分裂剑的满级只少了5% 而美毒杀一般都是主分裂剑的 一级分裂剑本来也没人开 你知道吧本来也没有什么人去开 所以这个东西他对于美毒杀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我们还只能是后面去看这个比赛的统计和数据 而且因为其他的英雄和道具 道具是完全没改 英雄的改动也并不是很多 所以对于美毒杀来说 我目前所持的态度是仍然可用 这个对于美毒杀来说是这样 玉母蜘蛛 玉母蜘蛛的改动属于是 因为玉母蜘蛛现在他在线上的一个单体效果太好了 他的削弱我觉得算是比较合理 极度饥渴的 然后增加一点冷却的时间增加一点 私之重器的这个减速效果呀 其实这个技能的改动是逼着大家多给私之重器一个技能点 因为以前大家加一级就有25% 25%的减速就已经可以让一般的英雄 去对对其他的英雄形成一个有效的追杀了 可以让他去形成对于其他英雄一个有效的追杀了 那么现在你必须要把它加到二级才有25%的减速 10%的减速一般是追杀不死别人的 除了那种像熊战士那种变态 那种攻击几乎没有攻击前腰的变态 他可以通过10%的减速来对对方形成击杀 一般的英雄都需要25%或者25%以上 这个也是育母蜘蛛现在私之重器这个技能 就是逼着你多一个技能点给到这个技能上面 那么你从哪个技能上抠出来这个技能点 现在是育母蜘蛛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蓝猫的这个改动我们放在最后说 小鹿的改动呢 就是削弱了他在初期对线初期的一个消耗能力 他的等级稍微高一点以后 他几乎所有的技能都没有跟以前相比 都没有任何的削弱 甚至在更高等级的时候比以前要更厉害一些 削弱的只是他在对线7的一个强度 确实小鹿现在这个对线7的强度 已经达到了T0级别的水准 那么不削弱的话也肯定是不现实的 一定是要削弱的 最后蓝猫的电子窝流 这个持续时间从1.2 1.5 1.8 2.1 改到了0.9 1.3 1.7 2.1 满级的时间是一样的 最主要的改动集中在一级 这个1.2到0.9 这个改动他的核心变化 我跟大家说他的核心变化是什么 那么给大家演示一下 一般来说假设说我们这里有一个蓝猫 对吧 我们现在三级有一级的电子窝流 一级超不合和一级的残影 我们蓝猫在前级线上的消耗 最简单的一套消耗的连机是什么呢 拉A 然后这个放残影 然后再A 对吧 是这样的一套流程 这个是比较标准的一个流程 但是现在呢 这套流程 它会因为一级的电子窝流 少了0.3秒钟的时间 然后导致你现在的这套连招 可能会连不上 这个连不上的原因在哪 在于蓝猫这个英雄 他的残影这个技能的一个施棒和平A的关系 那么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蓝猫这个残影是你A出去以后 然后再放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你会看到你的这个英雄 整个动作非常的顺滑 你看着啊 你可以看到整个英雄非常顺滑 几乎不会有任何的停顿 特别特别流畅 但是这个前提是建立在蓝猫 是A出去之后再放残影 残影等于中断了蓝猫的攻击后摇 但如果你是在攻击前摇的过程当中去放残影的话 你的这个平A会被打断 看着啊 看到了吗 你会原地哆嗦一下 这回我是扔出去了 这回是扔出去的 这回就没扔出去 大家可以看到 他会原地哆嗦一下 然后就把这个残影放出来 而自己的这个攻击动作会被打断 这个问题会出现在哪呢 在你拉人 然后给平A这一下的时候 你必须要等到平A确定打到对方身上 超负荷的效果已经出来之后 你才能放残影 再去给第二个平A 这个就很讨厌了 差出来的这0.3秒 就导致你的这一套连招 他连不上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你看这回就是平A没给出去 按早了 直接就把残影放出来了 你看这回就连不上了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残影就连不上了 而且是因为现在0.9秒的持续时间 你说我像以前一样 我拉完了 我先走一步再去放 也不够 这个时间也不够 在蓝猫的这个削弱 尤其是一级的这个削弱 就看似很简单 但是如果大家仔细算一下的话 你就会发现蓝猫 因为这0.3秒钟的时间 他的前期每一次对对方的消耗 有可能会产生一个 100点左右的伤害差 80到100点左右的一个伤害差 就是原来我的拉 平A残影 平A这一套的连击 就有可能会变成 拉残影 然后直接给平A 因为我要确保 我的这个残影伤害能打上去 这样的话 少了一发平A 和一个超破货的伤害 等于每一次对于对方的消耗 你都会去少一个 将近100的一个伤害 那这个对于蓝猫前期的对线 就很难受了 然后关于这个东西的解决方案 我也去测试了一下 就是可以通过去加空速来解决 就是出甲腿之后 这个问题会有所缓解 但仍然有很大的可能性连不上 特别是如果对方的移速比较快的时候 那么这个连不上的概率就会更高 但是蓝猫13技能 这两个技能点的又过于宝贵 就是前期这两个技能 你所需要给到他的这个技能点 又太关键了 又很难让出来一个技能点 给到电子窝里 所以对于蓝猫来说 现在我个人的态度是 如果你只是玩路人区 不用追求过度极限的话 我的个人建议是加两级 加两级以后这个时间就宽余多了 你知道吗 你看这个就宽余多了 这个就是百分之百能打出来这一炮连招 对方是绝对跑不出去的 就差这0.3秒 这跟以前的相比的话 蓝猫在这个方面 就是如果大家以后看这个比赛里边 有些蓝猫原来他能消耗得过的人 他现在消耗不过了 原来在三级都是能打得过的人 现在三级打不过了 需要等到四级甚至五级 这个都属于正常情况 就属于比较标准的一个小数值改动 但是影响了整个英雄操作手感的一个范例 可以说 另外值得多提一句 就是蓝猫这个英雄 他在过往的若干个版本当中 就单电子窝流这个技能 就拉人的这个技能 其实改版过好几次的 改版过好几次 每一次改版都会极大的影响 蓝猫这个英雄的使用和操作手感 以及前期的一个消耗流程 个人建议啊 还是那句话 个人建议是说 如果你不去追求比赛的强度的话 那么前期可以考虑加两级的拉 会让你在游玩蓝猫这个英雄的时候 整体手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好了 我是三号大叔 那么这期节目因为 版本更新已经比较久了 做的稍微有些匆忙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也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是三号大叔 咱们下期节目见 我们下期节目的